熱鬧的墾丁海邊 人潮一波接一波 從白天晚了晚上 還有墾丁大街能吃能逛 網友分享 過年期間全家到南部玩 墾丁四人房一晚要價 一萬九千八 高雄台南雙人房也要五六千起跳 算一算全家住宿 逼近十萬 網友說這十萬相當於 到日本滑雪泡湯八天七夜 還能入住五星級酒店 臺灣國旅住宿有多貴 有人說這價格不如出國 三四月日本櫻花季櫻花美的 令人秉襲賞鷹自由行 五天四夜幾家酒兩萬有找 同樣在臺灣若是三星級酒店 住宿硬是比日本價格 貴了二點五倍 或到鄰近的香港 三天兩夜幾家酒 還能入住海景星級酒店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更令人心動 根據觀光局統計 全臺觀光旅館平均 南投一晚一萬五千多 第二是花蓮七千一 第三則是宜蘭六千九 日月潭的好山好水 更有一望無際的浪漫湖景 周邊像是雲品韓碧樓 五星酒店林立 入住一晚價格不費 由於南投縣內 只有三間觀光旅館 因此拉高房價 不管如何 臺灣整體觀光旅館價格偏高 讓出遊旅行成為負擔 借中部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